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朋友 欢迎来到中皮543的直播平台 我们今天呢一经小字典要来跟大家分享一句成语 这句成语叫管路无年 管路无年 我们在上一次呢,曾经跟大家分享管禄这样一个人 那今天给大家分享跟管禄有关的一句成语 这叫管禄无年 管禄无年的意思呢 是说一个人虽然非常有才气 但可惜啊,生命即将结束 天不假年的意思 那这句成语出自哪里 这句成语倒不是管禄写的 这个成语出自唐玄宗时代 一个非常有名的宰相 这个宰相叫做张九龄 那张九龄呢 他是唐玄宗时代非常著名的丞相 也就在开年间最有名的丞相之一 一个是姚崇另外一个叫张九龄 但可惜了 后来张九龄得罪了李淫妇 被李淫妇排挤了 所以张九龄因此被罢官 但是这时候已经到了天保年间 张九龄是唐玄宗时代一个非常著名的丞相 他的主政期间他曾经主张用人不要问他的出身 不要用问他的背景 不要问他的亲戚 还要问这个人有没有真才实学 张九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敢以冒犯皇帝直接进检 所以这个人是个非常好的官吏 但是后来因为李淫妇被李淫妇中山林罢官 张九龄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这个朋友呢 他被派任到四川的梅县 梅毛的梅县梅周县 到四川的梅县去当这个县城 这个人呢 这个人呢 名叫做康斯玛 康斯玛 康斯玛这个人究竟是谁 没有人知道 有人认为这是梅周城的司玛 所以司玛是他的官职 所以他康斯玛 而管路为了调念这个人 叫康斯玛 康斯玛去世的 管路呢 特别写了一首五言绝句 来代表了对他的这个推崇 所以张九龄写了一个叫梅周康斯玛晚歌 所以这是个晚年 这是五言绝句 他说 家寿专门学 人称入世贤 就是推崇这个康斯玛 这个人家都说他是个贤人 刘真涂有气 管落独五年 短落独五年 刘真是健安妻子之一 也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一个世人 他的意思是说 就是说 这个康斯玛 他的才华 像刘真一样的 那么有才气 可是他的命运却像管落那么一样的短售 他说 折去长沙国 魂归 金兆千 从之夹中见 埋没霸 冲天 这是一个当时的当朝的宰相张九龄 的意思就是说 他这个人非常有才气 但是呢 生命却即将结束 曹操呢 想用管落 为什么曹操呢 想用管落 来 想任用管落 来当太使 管落说 他说不方便 不方便 曹操就问他说 大家都说你有邪名 而且你算命的 非常准 而且好几次呢 你就劝我呢 给我一些忠告 结果发 事后都发现 应验了 所以呢你来当我的太使吧 你要当我太使吧 然后呢 管落就说我自己命博啦 我自己命博 他说我的命博 我的相穷 我的命博相穷 不堪大任 不堪大任 所以呢 不敢接受 这是管落 回绝了曹操的话 他说 命博相穷 不称此直 不敢接受 曹操就问他说 为什么你自己说你自己命博 又说你自己相穷呢 这是什么缘故呢 管落就说 你看我 你看我 他说我 而无竹骨 眼无所经 鼻无梁柱 脚无天根 背无三甲 护无三刃 这六件事呢 就现在人啊 评论说 这个人的面向不好 就完全出自管落的字 管落的字评 他说呢 他说 而无竹骨 眼无所经 眼睛呢 眼睛呢 只看到眼睛 可是没有看到经 就是我的眼睛的 两眼无神的意思 他说 鼻无梁柱 我的鼻呢 没有挺挺的梁柱 就是等于是宽鼻子 脚无天根 那我走起来飘飘浮 我天根的意思呢 就是脚后根 他说我脚走起来好像没有着地一样 轻飘飘的轻飘飘的 所以说脚无天根 背无三甲 他说我的背呢 三甲的意思是一个磊字 过去人家认为 三个就是宝磊的磊 因为宝磊的磊 写起来好像三个甲一样 所以背无三甲 过去在荣畏时代 因为要办出众的东西 所以一个恐无有力的人 一个身体强健的人 他的背就好像一个磊包一样 所以叫三磊 所以呢 背无三甲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体魄 他的背部呢 就是非常薄弱 为什么 因为农业社会 一定要搬众物 那你背宽广的人 就被认为 可以堪当大任 背非常单薄的人 就被认为是无法堪当大任 所以背无三甲的意思 就是他的背 感觉上是非常的薄弱 他说腹无三任 为什么腹无三任 三任的意思呢 就是垂下的垂 那这个垂呢 因为农起来好像三个刃一样 好像农三个刃一样 所以说腹无三刃 因为以前的人 认为你的男生的背 男生的肚子 一定要宰向肚子能撑船 所以你的肚子要平平的 不能吐起来 好像垂垂的往下 而且要宽广 这样的表示呢 什么呢 表示你肚中有学问 所以他说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是一个何无足骨 眼无所经 鼻无梁柱 脚无天根 背无三甲 户无三任 所以我这个人呢 是什么呢 是这个命薄相穷 命薄相穷 你还是让我呢 多活几年吧 到多久 我可能不能够干 这么一件重要的事情 所以呢 曹赵就问他说 你那么有才华 你都不出来做官 你要做什么呢 他说我只能到泰山去治鬼 治人了 我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曹赵听他这样讲 就大笑三声了 就好不好 不能勉强你 既然不想做官 也就算了 所以这是管路呢 第一次呢 讲他自己的相貌 到了管路晚年的时候呢 管路晚年的时候 他的弟弟又同样问他 他说当时已经是司马司司马昭当政了 他说司马司司马昭兄弟 对你们好那么好 你为什么不出来做官呢 然后管路就笑一笑说 曹操的时代呢 就叫我做官了 我就不敢做 现在司马司司马昭在政了 我怎么敢做呢 他就把这六句话又重说了一遍 然后这一次非常慎重的歧视 跟他弟弟讲 他说我恐怕活不过明年春天 我的后世要托付给你 而且呢 我的女儿还没有嫁人 我的儿子还没有娶妻 将来要拜托你帮他成家 果然过了冬天之后 管路就去世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像现在来讲 我们现在讲说 看人家看面相 看人的人相 如果是说 他 我们说 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 儿无竹骨 眼无守经 鼻无梁柱 脚无天更 背无三甲 护无三刃 就认为是短寿之相 短寿之相 这也是出自管路的说法 管路的说法 所以呢管路呢 在他的故乡在平原 在山东省的平原郡 山东省的平原镇 然后呢 后来到了宋朝 宋徽宗的时代 有人就跟宋徽宗讲了这段故事 宋徽宗就讲说 那既然管路呢 要到泰山管轨 我就封他一个官职吧 所以就封管路为平原子 平原子 所以在泰山的神仙 在泰山管轨的是谁呢 就是平原子管路 所以他就 那据说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假 中国大陆呢 山东省的平原县 平原县 他就特别把管路制轨的这件事情 把他提报成 山东德州市平原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那也被北京的国务院 类入了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所以呢管路的墓呢 据说也在当地 据说也在平原县 在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非常传奇性的人物 传奇性的人物 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 这句话 就是管路无年 表示这个人 虽然很有才华 可惜了 相貌 其貌不扬 然后呢 没有做官的格调 而且呢 他有一些 所以呢 所以呢 有这个穷相 穷相 有这个 有这个 这个相貌 并不是 不是 不是太好 所以这个人就管路无年了 意思说 很可惜啦 天不假年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 这个管路无年 这句 非常 非常少见的成语 这些成语呢 是唐玄宗的名相 这个 唐玄宗的名相 这个 张九龄 所写的一首诗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后会有期 请大家欢迎订 얻语的 字幕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